我们现在要前往英国非常著名的田园乡村Costworth 科兹窝 这几天的行程包括Bibery 还有迷你威尼斯之称的Burton on the Water 以及拜访住在Mortany Marsh的姑姑和姑丈 希望藉由今天的影片让你认识 世界知名的美丽英国科兹窝乡村景色 除非你是参加旅行团 否则我会建议自驾来科兹窝 以方便拜访不同的小镇小村庄 科兹窝的建筑清一色都是以蜂蜜黄的食屋盖层 成为这里最大的特色 科兹窝里最具代表的村庄应该就是古色古香的Bibery 我们选择住在这里为我们未来三天两夜的家 这个是客厅 还有餐桌也在这边 它本来是个马槽 它改建成一个B&B 我们去隔壁看一下 这一间应该是 然后这间是其中一个房间 这间是次卧 两个单人床 它那个棉被闻起来就是很干净很香 好 这间是厨房 往上走 一个置物处 然后这边是主卧 我在订这间B&B的时候 它的干净的那个程度评价很高 我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感觉上就是一进门就觉得一尘不染 然后这棉被啊床 还有整个卫浴 闻起来有一种干净的味道 卫浴室 冲凉或是泡澡都可以 这个是非常传统的英国水龙头 它们的热水跟冷水是分开的 以前啊 这是我以前旧家也是这样子 我洗手的时候就是不是太热就是太冷 就是不是被烫到 就是会被冰到 因为它以前是个马厩 所以它盖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空间利用的很充足 虽然就是有点上上下下 要这个楼梯呢 要爬上爬下的 但是每间房间的格局还算是方方正正 就除了那个屋顶呢 有点斜斜的 否则呢 我觉得它空间利用的非常的聪明 我有带自己的拖鞋 因为它这间房子 冷气还没开 所以地板还是有点冰 这时候 有拖鞋就比较暖和 而且每次旅行 如果带上自己的拖鞋的话 会觉得比较温馨 减肯定的 这边可以的 它就是一个奥特鞋 红米 现在在那边 需要几张好 用方式的舍格 芹菜 孔芹 秀 蛋 我们住的Airbnb距离最著名的Arlington Road Arlington排屋走路不到三分钟 这些排屋建于1380年左右 以前是储藏羊毛的仓库和卖羊毛的商店 17世纪改为羊毛纺织工人的住处 这里的每栋房子看起来都是景点 却是名副其实的名宅 其中9号是由国家信托拥有和管理的民宿 英国在洛杜利亚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工艺家 他也是设计师跟艺术家 叫做William Morris 他形容这里是英国最美丽的村庄 你看这家人特别挂上不同语言 提醒游客误闯私人境地 每个房子外的矮墙 用不规则形状的石灰岩气层 小小村庄的每个角落都像是电影拍摄场景 你看他走路 为什么石只要把它伸出来 这样平衡会比较好吗 在英国的乡间 偶尔会看到Style 这个是专门设计 防止农田里的动物尾随主人溜出来的阶梯 Airbnb的主人告诉我们 暑假旺季尖峰时段 一天内有八台游览车 载满游客到此一游 可以想象道路狭窄 幽静的Bibery 涌入观光客的景象吗 科隆河贯穿Glostershire 包括Bibery 在这里可以看到 尊鱼在科隆河里穿梭 这里没有垂钓者 想要钓鱼的话 必须要到附近的尊鱼场 那里也提供让顾客自己烧烤的设备 1921年日本昭格 玉人天皇年轻时 以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身份 造访过Bibery 回国后 大赞Bibery的美 并说待在Bibery这段期间 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从此也开启了日本人 来Bibery的观光风潮 除了民宿 有两个地方可以容纳旅行团 一个是旧仿制厂 现在已经改成为度假屋 另外一个是天鹅酒店 在17世纪时曾经是马车驿站 现在已改成为旅馆和餐厅 Bibery的水 水上伯顿 有3500位居民 但每年来这里的游客人数 高达30万 远远超过当地居民的人数 Windrush River 贯穿整个村庄 这里有5座超过200年历史的 低矮拱形石桥 横跨在小河上 宽一点的桥 可以让车辆行驶 窄桥给路人走 整个小村庄 只有一条街 小桥流水 两侧的绿树垂硬 后面是又长又宽的绿地 还有很多餐厅和店家 走走停停 吃吃喝喝 很放松 很慢活 你看他们在吵架 河畔两岸绿树成硬 桥下游人络绎不绝 男女老少都尽情享受 这悠然自得的风景 这家香水制造商的客人 包括白金汉宫 皇家成员和伦敦的镇商名流 这边的橱窗都是非常的传统 疫情期间很多商店都受到影响 这个餐厅你看它规模这么大 如果平常时间的话 可能整团的巴士游览车团 下来找地方喝茶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现在这个已经停业了 幸好这有人要顶下来了 非常标准的蜂蜜颜色的建筑 听说它这个会照着阳光 而变化石头的颜色 这就是William Morris 这就是我设计的图案 今天有人生日吗 祝你生日快乐 你看这些糖果 包装上面有写说 谢谢你帮我看狗 谢谢你帮我照顾猫 谢谢你帮我红椒花 这有一条针鱼 我觉得它是一条针鱼 很大也不止一只耶 它比一只多 水上伯顿模型村 是以整个村1比9的比例设计而成 这里也是全英国唯一一个登入 二级建筑的模型村 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 它是在1930年代 由莫里斯家族委托建造的 他们聘请了当地8名建筑师和工匠 花了5年的时间 使用当地的石灰岩 和迷你科兹窝石板建造而成 英国有不少模型村 但是依照真实的村庄 用相同的真材石料盖得非常罕见 如果你没有中也没有关系 就拿着你的相机或手机 在屋顶上盘旋 那出来的效果就跟空拍机是一样的喔 跟一般建筑一样 模型村也是需要整修和维护 这也是盖到一半吗 现在的拥有人 特别雇了一位全职的石匠 和一位全职的园丁负责 小房子的建材很薄 冬天也容易因为结霜而损坏 如果我不说这个是模型的话 你会以为这个是真比利的 Costco的房子 诶 你看要不要喝个下午茶 这里就是完全效仿 我们刚才去过的市中心 连店面的名称都是一样的 看他连那个墙都是用手气的 是不是很可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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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有人在睡午觉诶 我们现在要去看奶茶的姑姑 她就住在Mortany Marsh Mortany Marsh 有全科兹窝最大的户外市集 卖的杂货种类很多 每周只有星期二营业 我不知道平常这个Costworth 这边的邮差是怎么工作的 因为这边的门牌 几乎都不需要号码 它们都是有名字的 除非是很有经验的邮差 我就不晓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新的邮差 如果是我的话 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找得到我要去的地址 没有位置 不仅是 разв省认识 你会把那个码德好处段 更多的地址 对 我就想去 pickles 可是我和你对啊 对 就是 我去的 这本来不找人 好 在这本来 在这本来 那么 好 在这本来 所以 我四个人 好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不是Rejoice的Joyce 我们下次见